继续来看到这样的状况 屏东三岁小男童在大马路上趴趴走 被好心民众发现了报警处理 小男童也是不断的大哭 远警只好先抱着他沿街询问 最后报回派出所 而且还出门跟附近邻居借尿布 亲自帮他换尿布 做了十足的人民保姆 幸好没过多久 男童的母亲获报赶快跑到了派出所 看到孩子安然无恙 不断感谢警方帮忙 你们在这附近都没有看过这个小孩吗 警方获报有孩童走失 赶到现场发现是一名才三岁的男童 不断哭哭啼啼吵着要找爸爸 我带你去抱爸爸好不好 老奶好 男童走失害怕到大哭 甚至警察姐姐想要抱着他 也吓到不愿配合 好不容易说服孩子 远警开始抱着他沿街询问民众 有看过这个孩子吗 不要看过 你抱一个小孩子在找我 对 在找爸爸妈妈 几乎没有人知道孩子的背景 远警只好带着他回派出所 不过回到所内哭声没有停止 这才发现是该换尿布了 但派出所怎么会有尿布 只好向附近住家界 最后警方也亲自换尿布 做到真正的全职保姆 这才让孩子不再大哭 而与此同时 家人也找上警局 正巧就看到孩子已经平安的 待在所内 原来男同汉妈妈本来在睡午觉 但他一醒来就走出大门 爬爬罩 离家越来越远 多亏这一次好心民众报案 和警方的保护 这才让孩子可以平安回家 解释说一听到我到